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家基地上面 那個土地上面 它放了什麼東西啊 一個貨櫃 還有這個 其實那個 那個挖土地 還有那個 維里萬維的布置 從拆開的那天 28號以後 到現在為止 那個土地 我們有我們的 所有錢 我這邊有一份 是6月20號 6月20號 才從 407口什麼 那個復習成本 申請下來 那個地是我們的地 這邊有一個資料 這6月20號才申請出來的 那證明當初 當初台北市政府 他講的 地是王家的 表示政府很清楚 那個就是我們的 為何建商 樂阳建設公司 他竟然 能夠 強佔人家土地 這個我就不久的地方 4月26號 樂阳建設律師 他卻在半夜的時候 12點 帶了上百名的青少年 然後還有工人 一起夜襲組合屋 然後發生那樣事情之後 6月22號 怪手又再度來了 到今天 今天早上他們知道 我們在這邊開記者會 所以在現場 其實現在又來了很多車 然後開始在 王家兩戶中間的工地 開始開挖 但是我們現在 還搞不清楚什麼狀況 那除了這樣以外 6月22號這個衝突 除了他現場 要透過提告的方式 讓現場支援的學生 一一的 用傷害罪的方式 然後被告 那這樣來支開學生以外 他現在又對王家 申請 就是向地方法院申請假處分 要用三千萬來當作保證金 然後強制執行 拆除王家 但是 他們那天 在6月22號那天 有拿出了一份市政府的公文 上面講的是說 這是監管處的命令 要求他們拆除工地 但是那一份公文上面 就很明顯講了 那根本不是王家 本身組合物的問題而已 還包括樂陽建設 他在那塊基地上面 還有很多沒有處理的事情 包括六筆巷道沒有開闢 也沒有進行徵收等等的問題 王家對於台北市政府 提告的案件 總共是有 針對3月28號的事件 提起了毀損罪 因為他們在沒有拆照 沒有這兩戶的拆照的情況下 就毀損了王家的兩棟建物 以及裡面的相關物品 我們認為這個部分 應該是已經有毀損罪的這個嫌疑 這是我的家 他把我拆成這樣 你們幹合理吧 間不高間不高 還一人家 再無人家 這門連到一項 這是我的家 你們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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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み到家 你們到家 這種適合 在這種情緒不知缺乎的情況下 最詳細的查簽 這個是違反的 人民的居住權也甚至也妨害到了人民的侵存權 事實上在公司 剛剛簽署了兩公約 而且才繳交了第一份國家人權報告的情況下 我們既然自詩為世界級的人權國家 我們認為這樣的情況是應該予以避免的 我們始終 王家這邊始終堅持原地重建的訴求 從拆遷前堅持劃出都市更新範圍 到現在堅持原地重建的訴求 這一點始終沒有改過 這一點始終沒有變過 那我們也認為 這些所有的威逼脅迫的手段 絕對不是解決事情的真正的辦法 那這些手段它其實只會讓這些反抗的 這些我們這些反抗的力量 更沒有辦法被摧毀而已 3月28日之前 我們極力的講說有三營方案 好民事長說 市府強拆決心不容質疑喔 他非常的篤定 他覺得這是可以強拆的 但是強拆之後 他卻說這是個痛苦的決定 然後既然這麼龐大的公權力介入了之後 他現在卻又說 這是私權的紛爭 政府不介入 但是這樣子的結果 導致現在變成是所有的改建戶 還有王家和建商三方 自己在私權的惡鬥 用各式各樣的司法 錢的資源 可這個完全無法解決問題 我們希望政府不要在模糊焦點 不要強拆有決心 但是拆後卻神隱喔 強拆暴力 不容妄計 不容妄計